其实我们也知道对于我们的运动员来说 最近都是在进行一直以来都是进行封闭式的训练 今天我们这几天看见对年轻运动员来说是更好的一次历练 来到咱们对标大运会国际标准的场馆来进行一次检验 其实对于选手们来说他们也是非常兴奋激动的一件事情了 其实我也看到在今天刚刚结束的女子双人三米版当中 陈慧玲和苗玉玲发挥非常出色 获得了金牌 其中陈慧玲是您的一手培养起来的选手 跟我们来聊一聊陈慧玲有什么样的特点 没有 陈慧玲这名选手实际上不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 是因为他们的教练现在临时身体有点抱恙 然后我暂时带着他来参加这个比赛 他在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 陈慧玲这名论员已经算是跳板上我们四川队比较老的一名选手了 他作为老训练还是平时在表现 训练表现中都还不错 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能带领底下年轻的选手一起拼搏 为咱们这个完成全会的任务 咱们四川跳尔队的全会女子团体的任务 都还得为大家做榜样 其实这名议练挺不容易的 其实在我们本届的2021年全国七年跳水锦标赛 我们的全英会跳水资格赛 我们也会看见非常优秀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同台竞技 也有这样的一个老代新的一个作用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出场 来自陕齐号砂黄水清 他的开场动作是103B 但同学说1.6 这个动作完成非常垂直 但是距离还可以稍微回来一点点 其实我们都知道前面的两套动作是规定动作 其实更好的也是选手的一种 找到场馆当中比赛的节奏和心态 也是对大家的一种展示 刚刚完成的是向前翻成一周半躯体 今天我们的选手一共要完成八套动作 八轮 对 没错 我们来看他们的第一跳 好 这位小选手在7.5米的跳台 来自河北209 李俊良 毕业完成 也可以 规定动作主要考验的是运动员的基本功 只有在这种青年赛才会出现这种两个规定动作 所以说就要求我们的小运动员平时的训练 要加强这个基本功的训练 才能在比赛中有好的表现 其实我们说这一次也是给年轻运动员很好的一个锻炼的机会 对 没错 对比国际一流的场地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选手们也是 跟老队员同台竞技 好 五川杰玩哲他的第一跳 这个水花还能再处理得更好一些 咱们简阳这个场地啊 说实话在那个 我走过全世界很多的场馆了 再算起来的话 也肯定算是很漂亮 很完善的 就是说承担这种国际大型赛事 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所以说我也很高兴我们四川省能有这样一个 一个大型的中和的场馆出现 这对以前我们来说 还是很难得的 对 所以说这一次也是吸引了来自全国的20支优秀的代表队 这个也是距离稍微远了一点点 莫永华的向前翻腾一周半屈体 难度系数1.6 来自山西爱碑云 其实莫永华之前在男子双人跳台当中 也有搭档展示 同样是在男子双人跳台当中啊 也进入决赛的 还有现在眼前 林子凯 同样的动作 7.5米 这个就显得他有点着急了 翻腾有点往下压 所以说他又入水的时候有点控制不住了 6.5 6.5 7 6.5 6.5 节奏不要着急 但其实我们都说这个 这么 高标准的场馆 运动员在这里确实 每一跳都想发挥极致 要好好的展现自己 对 还是很激动年轻运动员的特点吧 对 因为年轻运动员参加比赛参加的不多 他能获得这种比赛的机会也是很难得 所以说每个都很珍惜 都想表现得更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六位出场的四川周克选手 刘尚成 起跳不错 但是腰有一点点松着水 7.5 7分 7.5 7分 7.5 7.5 这选手看其实年龄也不大 年纪很小 这是14岁以下年龄群的 这是14岁 这名选手今年刚好14岁 第七位出场 夜号 碧莉完成 碧莉向前翻腾 一周躯体 难度期数1.8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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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分 40.5 10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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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通常是来自陕西号砂的选手 哎 这个小朋友入水的效果就不错 这个动作看上去很从容了 103D 7.5 8分 7.5 7.5 8分 7.5 8分 16分 36.80 马子恒 前翻腾 一周躯体 维水效果不错 其实我们在场上看到 年轻选手其实通过这几天的磨练 他们都有成长 对 对这个场馆都有一定适应 在比赛当中的历练 其实对于选手来说 是更好的一种成长了 所谓的练位赛 都是为了比赛做准备 像封闭期间比赛的机会就少了 所以说像这种比赛的 其他省市 各个省市 都会想来锻炼队伍 我们说年轻的运动员 其实确实都很激动 好 来看看陈立明的第一跳 湖南号杀 同样 臂力完成 向前翻腾一周 躯体 难度系数1.8 来到7.5米挑戴 前两条其实我们对所有选手来说 前面两套动作都是规定动作 更好的展示一个基本功 同时我们也说是 找到自己在比赛当中的节奏 对 慢慢的进入状态 好 来看看 王冰汉 来自四川周克 他在之前的男子双人跳台当中 获得是银牌 好 完成了自己今天的第一跳 103B 难度系数1.6 向前翻腾一周半躯体 还能再稍微再收紧一点 入水效果会更好 在入水的时候收紧 其实对整个水滑的控制会更好 对 它的角度要垂直 这样的入水效果才会是最好 它这个稍微不够了一点点 其实我们说跳台相比跳板来说 对选手的要求就是起跳的力量了 我们也看到了老将崔章玉 612B 难度系数1.9 臂力完成 向前翻腾一周 躯体 在男子双人跳台的时候 我觉得崔章玉的表现成绩也不错 收获了一枚铜牌 看来今天咱们两位选手 在双人跳台的银牌和铜牌的选手 今天要再次来角逐一下奖牌了 当然我们说今天第一跳 更多是大家来找一下 比赛当中今晚的节奏和感受 在7.5米跳台 103B 这个还是跟刚才那个 王明汉那个动作有点像 没有收紧提到位 角度显得差一点 各位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2021年全国青年跳水锦标赛 继全英会跳水资格赛 全国大中学生跳水比赛 男子跳台的决赛 我们是在成都市 简阳文化体育中心跳水馆 给大家带来报道 接下来来自陕西的选手 将完成他的第一跳 612B 比例完成 今天所有的选手将完成八套动作 有一点点转体 裁判也做出了酌情的扣分 其实在前两跳的时候 我们说正常发挥最重要 只要不要有失误 前两跳不要有失误 就很好 第15位出场 来自广东海印的选手 朱子锋 这个动作就显得很细致了 从起跳到入水 你看就是经过了克服的训练 而且感觉是整个的动成是很自然的 对 看起来就很轻松 袁胜尊将军10分比 袁胜尊在 男子双人跳台的时候 有精彩的表现 看看他的第一跳 向前翻腾 一周半躯体 第17位出场 陕西选手 同样的动作 今天 效果稍微差一点点 朱泽琳也是再次的进入到了跳台的决赛 之前在 男子双人跳台的时候 也进入到决赛 看看今天的表现 陕西选手 决赛是按照预赛顺序的倒训排过来的 所以说越在后面跳的运动员 相对来讲水平就比前面的运动员稍微高一些 所以越到后面就越精彩 好 来自山东的蓝志超 完成的是有质量的 同样是向前翻成一周半转体 好了 目前18位选手的第一跳 已经全部完成 今天我们说所有的选手将完成八轮动作 继续来进入到了第二套动作了 贤量跳的难度我们说 其实平时训练也是最多的 为什么观众朋友看到有些分数好像比较高 但是最后总分比较低呢 就是因为它动作的难度系数不一样 最后总分乘起来的话就不一样 还有就说前面几套动作难度系数也比较低 我们希望在后面难度系数高之后 微妙的一些差异也会影响最终的得分 没错 闪击选手第二套动作 第一条 它的倒立和入水都还能再垂直一些 显得还不够伸展 比利完成了向前翻腾一周 看看这位小匠在10米挑台 103B难度系数1.6 入水效果很好 但是呢起跳的高度就显得欠缺一些 因为队员比较小 腿上的力量也没有那么足 跳台对选手的起跳的力量 随着难度的增加 其实小选手会有一些显得 势力 它的稳定性会受影响 这个就显得身体的控制差一些了 同样的动作完成 其实今天在现场包括这几天 可能徐教练发现 其实我们愿意看到年轻的选手 我们的小选手在场上 去磨练自己 哪怕我们知道有些时候 有些动作啊 难度系数比老队员选择的还要高 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其实是在磨练自己的心态 对不停的冲击 看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然后通过训练 看是不是能够稳定下来 这样的话 它的水平就有提高 相对来讲的话 很不容易 但是你也必须要去做 就是比赛当中能够带给选手们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612B 如果再把倒立立稳一点 入水的控制再好一点的话 这个动作也是可以的 相对于跳板选手 跳台选手的身材就比较迁徙了 因为他对这个入水的要求会更高 同样的动作来到了7.5米 那么难度系数就从1.9变为了1.8 这个就显得倒立没有立稳了 他完成的就很急促了 小拳是有点紧张 但是慢慢会成长起来的 需要再放松一下 其实前两组动作来说 分值差不会太大 对 因为它是规定 但需要让他们找到很好的比赛节奏 放松 很多小孩子都是第一次参加比赛 慢慢给他们点时间 他们会 这一次我们再说 来自四川的选手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第二跳 臂力完成 向前翻腾一周躯体 这个还是显得翻腾力大了一些 还有点控制不住 六分 六点五 六分 六分 五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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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个分 三十一点五 我们这位小强完成了他的第二跳 规定动作 这个入水就非常漂亮 他入水之前的手上动作的处理 其实我们在刚刚那个动作看得非常清楚 他也是比较自如的 这个入水的处理一定要放松肩 然后伸直手臂 手腕要翻起来 对 刚刚我们看到其实整个动作很放松 对 你看越轻松的动作 他实际上就是宇重若轻 就是这样一个技术 需要千锤百炼 你任何难度任何动作翻下来 最后都会入水 你都会用到这个技术 难度系数1.9的612B 其实我们说第一套和第二套动作选择 它是根据选手的习惯来定的 对 它是根据对手制 根据选手自己来定 这个没有什么影响 看怎么样让自己更快的进入状态就好 为后面的六轮自选动作做准备 因为我发现其实今天选手们在选择动作的时候 跟自己在跳台双人决赛的时候 有变化也有不变的 不变的是动作不变 顺序变了 有些变化是直接两套动作全部换 第九位出场 小孩子这个入水效果就是手一伸上去就容易把它处理得很好 103B 其实我们刚刚说了马可腾在第一跳的时候状态就挺好的 但是对于小运动员来说 对于规定动作可能平时练习的也更多 对 没错 这个入水效果不好 这个也不错 这个是有质量的 不断号杀的选手 陈立明完成他的第二跳 裁判也给出了肯定 这一跳是来到了第一的位置 四川选手 黄冰翰 612B 那么记住1.8 还是显得身体的控制有一点点欠缺 黄冰翰在双人 跳台双人决赛的时候 收获了一枚银牌 他其实也是具有 夺得金牌实力的选手 也是一位具备实力的选手 我们来看一下 广东海印 上轮排名第一 向前翻腾一周半全体 就显得稍微不够一点点 向前翻腾一周半刚开始曲体 难度系数虽然不高1.6 但是完成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目前这一跳来到了 定列第一 确定的低 薛凯阳天冬612.17.0 入水能下深一点就效果还会更好 滚翻稍微早了一点点 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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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点五 八分 七点五 时隔分 四十分点二 增环一身心爱对于103B 来看看第14位出场选手 103B 这明年对他腿和腰的控制力 就显得稍微差一点 裁判也给出了回应 这个分就显得稍微差一点意思了 我们知道其实要想 整个入水之后的动作控制得好 腰不能塌 而且这个时候力量还要到位 全身的力量还要紧风 所以说跳水是一个综合能力的体现 包括大家现在看到的 舒子峰的第二跳 选择612B 他要臂力完成 首先要完成臂力的动作 调整好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臂力动作完成的时候 他其实整个相对来说 控制好了 在入水之前 垂直度的角度就掌握得好 他对自己身体的肌肉的掌控 对自己空中位置的判断 这个就会对他带来入水的影响 那么平静这一跳来到了第一 一看就是经过客户训练的 这个日期效果也不错 毕竟完成 向前翻腾一周躯体 目前这一跳江苏的选手 袁胜尊处在第四位 那目前这是第二跳 选手们的规定动作 第十七位出场 同样的动作 还是选择7.5米 这个还是显得滚翻 入水滚翻稍微早了一点 对身体腿的控制 就显得不那么足了 7.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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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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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米 10米 38米 7米 来看看第二套动作的 最后一位选手 来自山东 卵志超 漂亮 我觉得他及时 做了一个补救的调整 在整个入水之前 调整好的姿态 你看这名选手 他倒立上的方式 跟其他的不一样 他是蹬上去的 这说明他对自己的 倒立有充分的自信 他能控制得住 这种一看啊 这个平时 对倒立的训练 就很加强 我们也说了 在最后几位出场的选手 实力会更强 对 实力会更强 现在两轮规定动作跳完了 接下来就是精彩的自选动作 好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广东海英的两名选手 处在前三 来到第三套展示动作了 首先出场的是陕西选手 基本不错的这个动作 如果再能收紧一点的话 入水效果会更好 摇拥击臂 向前翻腾 三周半去挺 这一跳帮他得到了63分 同样向前翻腾 三周半居体 看看河北的选手 他起跳就有一点点压上身 所以说打开控制 对那个腿的控制就有点困难 最后也 感觉跳的距离好像有点远 对 他有点栽下去了 发力 对于小朋友来说 这种动作就需要 很长时间的训练了 他才能把它完成得更好 一看这个小朋友 就是还没有完成 他的这个训练课程 其实啊 大家现在看着的 说咱们的选手 年纪小 但是其实他们都是 很老的选手 训练的时间 那肯定得 不下五年 没办法 咱们这个跳水运动 要求太高了 所以说相对来说 对小孩来讲 就一见苛刻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学习了跳水的孩子来说 他整个身体的协调性 对 很自信 非常的强 就在一秒多钟的时间 要完成从思考 到身体所有动作的调节 而且我们在说 这个从身体末端 小到我们的这个 手指到脚趾 所有都要参与 从莫伤神经到肌肉 到大脑 都得要调动起来 我们来看第四位出场 莫永华 对腿的控制 还能更紧一些 他的入手效果会更好 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难度系数3.0 8分7.5 7.5 取得本人67.50 对调帮他得到67.50 目前排在第一位 看看林子凯处理同样动作的情况 我发现107都是 差一点这个 收紧提到位的动作 7.5 7.5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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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多分 63分 还可以做得更好 其实我们刚刚那一跳 林子凯第二跳的时候 其实显得有点紧张 看他的表情就是 每一名选手都像表现得更好 这个很正常 但是怎么样子把控自己的心理 这是一个课程 我们四传选手 好的起跳 对 起跳的位置挺好的 这个动作就比前面几名选手 稍微垂直一些 但是呢 还是显得腰的控制差一点 他力量是几乎看上去 相对偷的动作 向上多了一点 对 没有向前走一些 对 他完成了更轻松一点 就包裹线会更好 向前翻腾 三周半躯体 难度线数3.0 那么凭借这一跳 楼上城来到了第三的位置 这个动作稍微控制的早了一点 还没有翻腾到位 所以说入水就不够的比较多了 向内翻腾三周半爆漆的动作 有一些失误 难度3.0的动作 不错 起跳也是有质量的 8分7.5 8分7.5 8.5 7.5 8分 10个分 70.5 台方向前 陕西选手管金位 这一跳获得了70.5 来到了第一位置 马子恒 马子恒今天的表现其实还得不错 看他的107B 这个起跳其实很不错 对 达开一点遗憾 这名选手应该是今天年龄最小的选手了吧 我们应该多给他一点鼓励 对 所以其实你看完成动作之后 咱们能够听到的就是现场观众给予热心的掌声 因为看起来还没有那个栏杆的扶手高呢 是的 但是我们说啊 这么的小的选手 其实他就具备了很好的一个勇气和展示的能力了 而且他具备了一套完整的动作 这就很不容易 你需要加以十日 嗯 一定会展露脱掉 好 我们说年轻选手就这样成长起来的 看看第十位出场 这个打开动作有点抬上身 起跳其实还可以 嗯 其实在第二跳的时候 陈与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但来到107B这个动作 选手们在处理上的细节上 就需要花更多的心思了 再看看四川选手 黄冰汉 第三条 难度系数来到了3.25253B 翻腾间转体 向后翻腾两周半 这个动作难度就比前面的选手稍微大一些 嗯 这入水的控制还不够垂直 还可以再提到位置 取得分67.20 今天在第三条的时候 和昨天有一些变化 那今天第三条和第四条的顺序换了一下 啊 这是因为教练对他这个状态的掌控 做出的一些调整 嗯 这个很正常 这种 追征率 往中海10107B 有些选手会用 预算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动作 然后决赛会冲击一个难度比较大的动作 嗯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啊 这个动作很漂亮 这个动作 会取得一个很不错的分数 8.5 8分 8.5 8.5 8分 8.5 8.5 10分 76.5 广东队不愧是我们的老牌强队 他的动作展现出来还是很细致 薛海洋 看看薛海洋的第三跳 难度系数3.2 这个动作完成也还可以 向内翻腾三周半报息 8分 8.5 8分 7.5 8.5 7.5 7.5 7.5 来到自选动作后就显得大运动员比小运动员的控制要强一些 在规定动作呢就是小运动员比大运动员的控制要强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平时训练的特重点不一样 大运动员自选练的比较多一些 小运动员规定的比较多一些 所以在比赛中展现出来也是这样一个情况 可能也是大运动员觉得在难度系数高的动作上 更有拉开差距的时候 确实你说基本动作他们也练了很久了 第14位选手 407C同样的动作 这本动作完全也很漂亮 他在起跳的时候 整个距离的控制把握还要更加 他展现出来赶登台赶发力 然后距离控制得很好 这个打开时间比较早 很自信啊 这个选手表现的 这个效果也不错 这一跳质量很高 76.80 纵分164.15 在第三套动作之后 处于领线 来看一下第16位出场选手 袁胜尊 漂亮这个动作 其实我们说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 随着动作的推进 展示的欲望也会越来越强 对没错 随着难度的增大 会有一些失误 但是更多的是表现出自己更好的竞技水平 最后就是不断在这种魔力中成长 这个起跳打开都很有力 这个日水显得这个对腰的控制稍微差了一点点 但总的来说也不错 8分8分8分7.5 8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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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分72分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套动作的最后一条 向前翻腾三周板具体 他起跳有点顶死了 有点没发出力来 这可能跟他心里有一些变化有关系 6.56分7分6分5.56分6.5 16分55.55分 打开的时间有期法 好 接下来来到了第四套动作了 更精彩的表现 广东海印同样是两位选手啊 一直处于前三的位置 目前朱子峰是来到了第一 来看看第四套动作 407C 难度系数3.2 他的起跳登台就显得稍微差一点 脚腕有点没力起来 最后动作也不够了 6分5.56分5.555.56分 10分54.40分 其实第一位出场的选手啊 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压力 在聚光灯下 在所有观众的注视之下 因为他们年龄还小 第二个训练也没有达到高水平选手那么多的积累 我们来看这位年轻的选手 完成同样是向内翻腾三周半爆漆 难度系数3.2 407C 这位小选手能进入决赛 说明他预赛的表现已经不错了 可能在决赛中有一点失误 但没关系 还有我们说其实在跳水的时候 他有很多的偶然性在当中 对 不敢保证 像高水平选也不敢保证 他每一个动作都能百分之百的成功 对 我们希望他入水的时候 瓶颈如水 我们也希望他在起跳之前 准备的时候心境如水 对 对 没错 107B 向前攀腾三周半躯体 难度系数3.0 第三位出场的湖南选手 起跳很有力 入水也非常完整 这个动作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动作 这一跳目前为止是他表现最好的一套动作了 渐入佳境 下一个雨 107C 啊 从现场的观众的掌声就可以听出来这个动作 完全来红好 状态调整回来了 向前攀腾三周半爆息 好 同样也是这样的动作 来看看 林子凯的发挥 目前选手们已经展开了第四轮动作的展示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完成了稍微还是欠缺一点点 7.5 7.5 7.5 6.5 7分 7分 7.5 10分 70.40 第六位出场 游上成 来自四川周克 向内奔腾三周半爆息 难度系数3.2 他这个打开稍微晚了一点点 4.5 4.5 5分 5.5 5分 5分 5.5 7分 有点遗憾 没关系 后面还有几轮 还可以 做一些追赶 来看看陕西的选手夜号 向前翻腾 三周半屈体 难度系数3.0 这名选手的腿比较长 就显得他登台就要要求更高 但是登台稍微差一点 动作就没有完成 7分 6分 6分 6.5 7分 10分 60分 腿长是双刃剑 好看 但是呢 也给你的翻腾带来更大的难度 特别是在躯体的这个动作当中 没错 躯体动作特别考验 管经卫 险西豪杀407C 好 来看看这位小匠 在之前的三条当中 发挥率是比较稳定的 看看他的第四条 407C难度3.2 向前翻腾 三周半 好吸 下轮排名第五还不错 这个感觉好像速攻点 还是打开晚了点 没有他这个是没有翻起来 没有翻打开的时间是对的 按照平时训练来开的 但是呢 起跳稍微欠缺一点 有点顶在上面 反正速度差一点 打开时间还是可以的 来到难度系数3.3 臂力完成 向后翻腾 三周 好吸 这个打开之后 他可能目标有点丢失了 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搬到哪了 就水的时候还收了一下 但是我们说 小选手们在大赛当中 从难度动作来看 是有追求的 有追求 一定的 他这个通过这个比赛来提高 是最快的方法 而且整套动作的选择来说 难度系数其实并不低 说明这名选手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这就是一个好材料 其实我们这次比赛 其实也是 我们说来自全国的20支 我们的团队来到这里 进行交流展示 同时也是一个 选苗的一个过程 对 是这样 你在比赛中能展露头角 自然会获得注意力 会获得眼球 407C 腰一点松 7.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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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分 7分 10个分 70点40 黄冰汉 黄冰汉 四川周可 407C 四川选手 来看看黄冰汉 在双人的时候 跳台上收获了银牌 今天来到自己担任跳台的决赛 第四条 这个动作就算是比较出色的完成了 也是选择了他个人比较高的水平的展现 7.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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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分72分 大家通过镜头可能刚刚也看到了 不少的队员们也来到现场 为队友加油 隋章宇 隋章宇在跳台双人的时候 收获了铜牌 第四条 我再把腰加紧一点就不好 8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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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点5 7点58分 时隔分76点8分 这是个贝利的转体动作 6243D 贝利向后翻腾 两周 转体一周半 入水处理的还可以 但是它的起跳 推台稍微差一点 显得转的有点早 7.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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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分8分7.05 时隔分72分 这是臂力 同时也是翻腾间转体的动作 好 接下来是 也是臂力 难度系数还会高一点 难度系数3.3 626C 臂力完成向后翻腾 三周 好吸 这就是个臂力的翻腾动作 还是显得上手早了一些 没有能够把动作伸展带直 这个效果就会受影响 5分5.5 5.5 5.5 6.5 5分5.5 16分54.45 好 接下来是第15位出场的选手 朱子峰 突然来自广东海印 今天整个表现都非常不错 来看看他的这套6243D 难度系数3.2 臂力完成 向后翻腾两周 转体一周半 也是翻腾动作 非常好 这个动作 他整个转体的时机 我觉得把握也挺好 他这个就显得是把跳台推完了来转的 他就有腾空 然后他就显得不着急 入水就可以处理得更好 凭借这一跳收获了80分 来到了第一的位置 今天选手一共完成了 八套动作的展示 现在是第四套动作 屁股有点走早了 有点往后缩 蹬台就显得差一点 还好入水 他能收紧一些 不然的话失误会更大 其实袁胜尊在双人决赛的时候 也完成了这个动作 也是放在了第四的位置 非常紧 你看他没有分腿动作 这个就是很好的 当时他完成的不错 今天需要调整一下状态 第十七位出场的陕西选手 在整套动作的编排当中 难度系数是最高的 达到了23.8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四条 407C 难度3.2 就显得很轻巧 能力比较强 尤其的效果还能再加强一点 好来到了第四套动作的最后一跳 最后一跳交给兰智超 同样的动作完成了怎么样 其实对于同样动作连续进行展示的时候 观众也会看到更加直观 还是显得有点没有放开啊 今天进入自选动作 跳的都有点加手加脚的 也没有翻起来 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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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点五 六分 五点五 六点五 五点五 十分 七点六点五 好 第四套动作我们是八位选手已经展示完毕了 那么处于领先的同样是广东海英的两位选手 朱子峰 崔张玉 那么第三位是山西选手 第三位是山东的选手 徐凯阳 听你刚刚6243D的精彩表现 来到第三 经过几轮的比赛比分也渐渐拉开了 好 来到了第五轮 男子跳台呢 他一个动作的质量就可以决定比赛的走向 都不能有失误 第五条207C 难度3.3 向后翻腾三周半报夕 啊 打开如果他把力量用在脚尖上的话 这个动作就会处理得很好了 他把力量用在肩上就显得上手早了一些 有点动上身 有点中腰 起跳很有力 跟得很高 打开脚尖不够硬 不够紧 看到这种小选手比赛都忍不住想为他们多加把油 期待有好的表现 626C难度同样是3.3的动作 他要完成向后翻腾三周报夕 臂力完成 有点遗憾 那没关系 可以慢慢来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到 年轻选手在大赛当中完成动作 其实就是一次对自己最好的一次挑战了 他们在大赛当中其实也许不是和其他队员比拼 比的是自己 对 更多的是跟自己比 而且相对来讲 六十几名选手教育赛 他们能进入前18名 已经是很优秀的选手了 我们来看这位选手 肯定能力一定可以成长 407C难度3.2 向内翻腾三周半报夕 稍稍有点动上身入水 其实可以把入水处理的够好 其实可以把入水处理的够好 莫永华的选择626B 在整组动作当中拦住系数是来到了第二位 3.5 其他选手都是选择跳C的比较多 这个跳躯体 直着腿翻的难度就会更大一些 显得还是有点伤促 完成的比较低 他最后没有办法做打开了 所以说难度也是一把双刃剑 你做好了肯定会获得更高的分数 但是你也更容易失误 这就要在运动员的水平当中做取舍了 当然其实这个也是 应该说是和教练选择给他整体的感受 给他的状态来编排的 没错 但其实更多是交给他那一瞬间的处理 对 要通过跟刻骨的训练 真的更好 第五位出场 江西林子凯 打开时间早了一些 整套动作向后翻腾三周半 完成的时候有一些遗憾 很遗憾 他也显得很遗憾 都想把自己表现得更好 其实对于小选手来说 很难得在 我们说对标国际一流的场地 来进行比赛 之前我们在 有些紧张 昨天还在 跟猴领队在聊的时候 许多运动员很激动 对 没错 说平时说 这个封闭的训练 来到了简阳这么漂亮的场馆 都想把自己的每一跳完美展示 但这个时候 年轻运动员更要保持平静 对 哎呦 这也是为年轻运动员 这个很遗憾的 这个打开的时间太晚了呀 起跳非常有力 但是呢 打开可能目标显得有点没看到 3分1.5 3分2.5 2分3分2.5 7分2分2分 我们说进入到决赛的选手 其实都具实力的 对 都具实力 因为他们是从全国这么多队 然后派出来的选手六十几名里面来选进来的 虽然有些失误 但是未来可期 来看看叶浩的第五跳 逼的完成向后翻腾两周 转体一周半 逼的动作台后面会有一个裁判 他会看着这名运动员有没有二次倒立 或者倒立有没有立文 呃 这个入水就还可以了 7.5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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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 70.40 7.57分 3.57分 今天 8位出场的陕西选手 证明选手实际上是一名四川选手 今天能回到四川来比赛 应该也会很高兴 啊 漂亮 这条感觉是从水面上 找到了一个缝隙钻了进去 这个录制效果就令人赏心悦目 腿上的控制还能更紧一些 现在有点疏 好 第九位出场 马子恒来自湖北 407C 难度3.2 这个有点没有做完起跳动作 它上升跑得太远了 可能也是因为有点害怕 先把距离跳出来安全 其实在做那个向内翻腾的时候 其实对整个蹬跳的要求应该是比较高的 对 对于小孩来讲可能不太容易达到 因为难度是一样的 都要翻三周半 好 现在我们国家最高的难度可以跳到409 比这些小朋友要多翻一周 联军节 国家队 409的话是向内翻腾要四周半 对 难度很高 难度系数达到了 这是国际级的难度系数 4.1 好 第十位出场的陈李明 也完成了他的第五套动作 这个流入水质量还不错 那么这一套应该是比较靠前了 为他获得72分 那么我先排名第二 第十一位出场 四传选手 看看王斌汉的第五跳 难度系数3.3 626C 这名选手就属于向后的感觉比较好的 不会有太大的失误 向后翻腾三周 报夕完成 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空中翻腾的位置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今天具备我的奖牌能力的广东海业的选手 崔章玉 他的第五条 207C 难度同样是3.3 向后翻腾三周版报夕 漂亮 现场观众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这个动作肯定会拿到一个很高的分数 全部都是8.5分 这一条的质量完成得挺不错的 现场观众再次沸腾起来了 我们也说其实在咱们现场 简阳的市民们非常的热情 没错 这也都是来自全国的各个团队的队员们 可能也不容易看到这种 这种等级的比赛 大家我看都很遵守这个防御的规定 就戴着口罩保持距离 而且在比赛时候 包括我们这个时候 大家几乎都是安静的状态 对 没错 咱们成都的朋友数字相当高 第13位出场的薛凯阳 完成了他的第五条 这个场地也要承担明年大运会的比赛任务 这也是第一次向观众向运动员进行展示亮相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条 这个起跳稍微一点往后缩了 没翻起来 翻腾力差一点 曾凡一的这个向后翻腾三周半的这个动作 让他的今天如果要再一次去冲击奖牌 可能有一定的阻碍了 这个跳水比赛就是有一个失误的话 对你的名次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住宵 朱子峰防攻海映27C 朱子峰发挥非常稳定 从第二跳开始就处于领先的状态 刚才那名广东选手的分数是一样的 两个人的表现也是差不多 互相伯仲 第16位出场 袁胜村来自江苏 626C难度3.3 臂力完成向后翻腾 三周报夕 打开腿不够硬不够紧 所以说力量用在上半身了 其实整个起跳的位置我觉得 对起跳还可以 第17位姚泽林选择的难度系数都是挺高的 3.6 6245D 臂力完成向后翻腾两周 转体两周半 翻腾间转体 这个动作男子系的更高 如果腿站能控制的更紧一些 它的这个分就更高了 其实完成得很轻松 6.57分 7分 6.57分 7分 在整个编排当中啊 它的难度系数 23.8 3.6 总难度23.8 稳定的发挥是有希望的 来看看第五套动作的最后一条 山东队 软指超 207C 难度3.3 向后翻腾 三周半报夕 总算跳出来一个漂亮的动作 展现了自己的实力 这条非常漂亮 也得到了目前场上最高分 9分 前面可能由于状态没有跳好 很想表现自己 来到第五轮 顶住压力了 那目前经过 五轮的角逐 即将展开 第六套动作的展示 那目前 领先的还是 广东海映的两位选手 我们说姚泽林刚刚通过 难度系数的提升3.6 有希望进行反超 来到了比赛的关键时候 来到本轮男子跳台决赛的第六套动作 黄敬青 3.4的难度 307C 反身翻腾 三周半报夕 真的很高 刚刚2017也真的很高 但是呢 就是入水处理稍微差一点点 不够自信 其实我们说这个自信是 教练最难给到 自己也来需要 对 他的自信就是清楚地判断 自己在空中翻腾的位置 应该做什么动作 这就是自信的表现 他可能也是受到 平时的自己这套动作的一些 他会受到三千四万的影响 平时水平的影响 可以给他带来很多考虑的因素 所以说跳水的偶然性非常的大 其实面对这样动作的时候 不妨大胆一点 看这位小匠 207C 这就是心理上的问题了 你看他这个表现都很自然 说明他没有什么负担 放开在做动作 7分7分7.5 7分7.5 7分7.5 7分70.95 跳好了跳得不好 表情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这样反而说明他的心里没有变化 跳连对这种运动员的表现 肯定也会给予肯定 其实在场上大家可以看到 运动员也会抓紧时间 一切的机会来进行调整 第3位出场 6243 6243D 能去数3.2 入水显得稍缺不够一点 但能收紧提到位 屁股再上了一些就能垂直了 效果也能处理得更好 6分6分6.5 6分6.5 5.5 6.5 10分59.2 运动员的肩上缠着交代 说明其实训练也有一定伤病 肯定是刻苦训练造成的 莫永华深信爱对于207C 第4位出场 莫永华 来自山西 向后翻成三周半 报夕难度系数3.3 还可以完成得更好一点 我够一点点 7分6.5 7分7.5 取得分69.3 0 考虑回到6243D的动作 它就准备好像需要更充分 道理要立稳 这样发力才能更控制得住 这个推台就显得差一点了 没点力度 最后是谁也展现出来不够 可能自己在准备的时候 可能状态已经感受到了 弯腿很严重 但是呢 可能还是来自于手上肢力量 手臂力量可能欠缺一点 要求很高 第六位出场 刘上成 四川周克 307C的难度系数会高一点3.4 反身翻腾三周半 报夕 我们来看一下完成情况 这名小选手 今天晚上的表现 可能比上午要差一些了 他也是第一次参加比赛 刚完成全套动作的学习 其实我们说这样的动作 对于平时的年轻选手来说 存在难度 在大赛当中 这种心态 首次面对聚光灯下 这么多全国优秀的队员们 关注自己 教练们 关注自己的时候 状态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要把这个心理训练 加强 而且这 只有我们说通过大赛的 才能够给他们 得到锻炼提升 来看一下207C 有点的回肩 显得入水效果嵌缺一点 所以它能 更直接的带下去 入水效果就能处理得更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套 下火翻腾三周半 爆漆的动作 同样的动作交给陕西队的 管金卫 这是它的第六条 打开手 打开手在腿上多停一停 它的身体就能垂直下来了 还是显得上手 我找了一些 这位小拳手在前三跳的时候 其实表现都是不错的 我们就要看看它的起跳的能力 207C 向后翻腾三周半爆漆 难度3.3 向后翻腾对小拳手是个考验 这个还是不够自信啊 表现的 到了位置不敢打开腿 先把手抓着再入水 这样的动作就过去了 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 在场上他们可能太想去找自己 在训练当中最好的感受状态 但是其实我们说 想跳好和能跳好是两回事 最好其实是现场来调整 来找感受 帮助他们 第十位出场 来自湖南 陈立明 同样的动作 来看看它的灯跳 有一点跪进去了 它的起跳显得有点近 所以说它的抛肤线感觉就不对了 打开的位置相应也会出现变化 好来看看四川选手 王冰汉 要暴戏完成向后翻腾三周半的动作 哦漂亮 这个动作跳出来它比较高的水平 8.5 8.5 8分 8分 8.5 8.5 19分 84.15 目前也是在第六套动作当中 207C展现最良好的一组选手了 我们来看一下一只处于领先的广东海映的选手 崔章玉 他的第六跳 307C 难度3.4 漂亮 完成得非常好 这个动作跳下来就基本上决定了奖台的归属 非常有质量的一跳 其实他在跳台双人决赛的时候这个动作是有失误的 今天他处理的很好 对这个说明他对这个动作掌控还不是完全 他也有高水平的动作出现 随着经验的加深这个心理素质的成长以后比赛会表现的更加稳定 好 同样的动作 啊 也不错 完成得很好 入水的效果稍稍差一点点 但是总的来说完成得也还很出色 来自山东的选手 薛凯阳 这一跳获得了85分 看看面对307C的动作 曾凡一有没有调整好之前发挥成佳的状态啊 希望也是好的表现 但是比前面的表现要好一些 6.5 7分 7分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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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6.5 使得分66分30 接下来把时间交到了广东海英的选手朱子锋的身上 在之前一直处于领先 来看看他在处理反身翻腾三周半爆息动作的时候的状态 这是他的第六条 关亚军之针 这个动作 也不错 表现很出色 但是呢 他比起前面的一名选手来说 角度稍稍不够了一点 裁判的打分上还是有所体现 总分低了有4分 使得分低了4分 但是我们看 总分一直保持领先 现在很激烈 相差只有两 三分 这是队友之间的较量了 对 第16位出场来自江苏 原胜尊 向后翻腾三周半爆息 难度3.3 现在灯台稍微有点软 想发力 但是发在屁股上了 没有发在腿上 就没有灯起来了 没有灯起来了 时得分52.2 第17位出场 我们说这位选手姚泽玲 整个的选择动作都是 每一组当中最难的 这一次也是3.6的难度 对于运动的能力是个考验 在第五套动作的时候 他也是凭借3.6 来到第三 我们看他这一跳 然后情况怎么样 207B 也算完成的还可以 因为难度大 向后翻腾三周半 曲题 目前这一跳来到了第四位 我们是稍微下滑 上一轮表现得非常完美 来看看第六组动作 最后一跳 还是显得状态差一点 今天晚上 需要回去好好总结一下 怎么样子在决赛中调动自己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广东海英的两位选手 在本次的男子跳台决赛当中 发挥是非常的稳定 对 目前是稳居前两位 王明翰来到了第五名 十三选手 还有两跳 来到了第七套展示动作 5253B 难度3.2 翻腾间转体 向后翻腾两周半 转体一周半 曲题完成 有点低头入水 他其实可以处理得更好一些 但是显得有点着急了 想要入水把手抓着 如果他抬头再看一点水面会更好吗 对 他能把头抬起来 身体就垂直一些 肩轮顶直的话 水效果就会好 来看这位小将 李俊良 来自河北209 他的第七套动作 难度3.4 307C 反身翻腾 三周半 报夕 这对于小学生来说 这个动作就难度比较高 这应该是在第五套动作之后 对他来说 完成质量 分比较高的一次了 他发力还是比较敢发的 没有握手握脚 你说小选手啊 更是要大胆放开 对 其实没有什么压力 对他们来讲 就是展现自己 每一次机会都有 能表现得更好 对他们来讲就有收获 这是位小选手 207C 难度3.3 向后翻腾 三周半保夕 这个打开的力度差一点 又开着 把力量都用在上半身了 所以就入水就控制不住 四分四点五四分 三分四点五四点五四分 时隔分41.25 起跳很有力 打开时间双手晚了一点点 反身翻腾三周半 报夕 难度3.4 到台选手的身材更迁徙一些 有一点跪出去了 腿没有蹬完 在动作选择上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之前他有 尸体的动作有 但是在完成的时候 会有一些瑕疵 来到报夕的时候 完成就稍微容易一点了 对 他的报腿动作很规范 没有过多的奔腿 看看江西选手 林子凯的第七跳 5253B 难度3.2 这个入水质量还可以 稍稍不够一点 但问题不大 翻腾间转体 向后翻腾两周半 转体一周半 躯体完成 7.5 7.5 8分 取得分72分 四川的年轻选手 刘尚成 来看看他的第七跳 626C 难度系数3.3 敢于挑战 这个没有把力发出来 腿 手没有推到台 他最后已经没有办法做打开动作了 只能躺在水里面 年轻运动员确实吃亏就是在于整个的力量 在力量上 或者这个控制上会容易找不到平衡 就是这种体现 又要有力量 又要翻起来之后能控制得住 这就是跳出运动员面临的问题 有些发出力来了 没控制住 有些干脆就没发出力来 其实我们都知道 对于年轻的选手来说 对他们要求也挺高的 每天训练的时间也不短 对 其实跟专业的运动员时常是一样的 甚至更长 陕西夜号 307C 这一轮的难度真大之后 失误也渐渐变多了 再完成这个反身翻腾 三周半爆息难度3.4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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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3.5 3.5 3分 10多分 30.6 同样反身翻腾三周半爆息 看看这位年轻的选手 手抓滑了 入水的时候 5.5 6.5 6分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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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多分 56.10 最后入水就没有压住水花 这名选手也是同样的难度 5.5 5 之前一点点就会更好 他就能完成 因为这个动作对于小拳兽来上 确实难度非常高 对 但其实我们在平时训练的时候 要求他们是这么做 每天都会去练吗 对 也不一定每天 因为强度很大 像这个动作 对身体的要求 对你感觉 要求都挺高的 不可能每天都去做 但是诱导底下的技术训练会 每天都进行 让你能够在做的时候 能更好地完成 技巧性项目就是不停地积累 不停地磨练 我们说其实在跳水上 有体操基础的 会更占优势 对没错 钻得很漂亮 这比小选手的起跳就很有力了 对比前面的选手 所以他能比较轻松地完成 反正翻腾三车半爆心 打开的时机感受刚刚好 对 因为他对他来讲能力也有限 不可能像做到前面的那些 大选手一样 还有空余的时间 能完成成这样 说明他对自己的掌控 还是到位了 同样的动作 好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四川选手 黄冰翰的第七条 漂亮 现场的观众和运动员们啊 发出了阵阵的惊态 确实很漂亮这个动作 这一轮跳下来 名次应该会有所上升了 这个起跳的力量也是有的 对 因为大运动员的能力 会比小运动员强很多 角度控制也挺好 对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 小运动员跳起来比较困难 崔张宇 广东海艺 6245D 具备实力的选手 广东海艺 崔张宇 看着他的力量 很高 6245D 难度3.6 入水非常好 倒立呢 有点松腰 显得距离稍微远了一点 入水处理的很好 这是他 国情的扣分 在整个选的动作当中 难度最大的动作了 毕丽完成 向后翻腾 两周 转体两周半 翻腾间转体 来了 109C 难度系数更高的来了 来到3.7的难度 这应该是今天这个难度最高的一个动作了 看看选手们的发挥 有点遗憾 其实可以把入水处理的好的 他完成的很轻松 但是呢 抓手找了一些 就入水就钻进去了 有点遗憾 像这种情况补救的话 如果靠最后入水的时候 身体再发力 这个没有办法补救 这个是提前做好每一步的步骤 你补救是补救不了的 其实在整个的跳板上 其实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补救的方法 对 跳板上稍微要 如果你控制力强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 比如说起跳差一点的 你能搂紧一点 内在力强一点的 也能完成 但是肯定还是会受影响 让自己的失误没有那么大而已 6109 这个就完成的就比较势力了 我们希望在今晚的男子跳台决赛当中 每位选手都有满意的发挥 好 也是109C 这些的很精彩啊 都是109C 难度很高 各位观众也可以 通过连续的动作 来看一较高下 朱子峰 上一条排名第一 其实我一钻进去 对 我一开始担心他跳的距离是不是有点远了 他的登台有点受上升位置的影响 距离的话就会远一点 抛肤线显得差一点 最后入水就显得有点急促 这个动作现在我们国家最高的难度 阳剑 四川的阳剑可以跳到109区体 难度也是4.1 江苏选手 袁胜尊 他的第七跳 307C 难度3.4 反身翻腾 三周半 暴戏完成 效果差一点 这一跳他获得了66.30 目前排在第八 接下来是第17位出场 姚泽林 陕西好沙 也是要完成307C 3.4 起跳打开都很有力 但是又是稍微过了一些 这就很遗憾 对自己的控制还没有完全的把控 第18位出场 第18位出场 来自山东 卵志超 难度3.2 选择的是臂力完成动作 向后翻腾 两周 转体 一周半 飞台显得差一点 有点掉下去了 8分 7分 7.5 7.5 7.5 7分 7分 许多分 70.4 0 很难成绩 已显示再大 目前各位正在收看的是 2021年全国青年跳水锦标赛 继全运会跳水资格赛 全国大中学生跳水比赛 那今天我们是在成都市 简阳文化体育中心的跳水馆 给大家带来男子跳台的决赛 那目前进行到了最后一轮的展示动作了 最后一轮的表现直接决定万亚集军的归属 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广东海艺崔章玉 第二位的是同样是广东海艺朱子峰 第三位是四川周克选手 咱们四川选手王滨汉 看他们的最后一套动作 最后一跳的时候其实很多队员啊 摒弃了压力 最后一轮的话 相对来讲都会选择一个自己比较有把握的动作 来稳定自己的最终成绩 所以说这轮的动作质量相对来讲也会比较高一些 刚刚的方俊卿最后是以456.10分 结束了他在男子跳台决赛的整套动作展示 那接下来看看第二位李俊良 来自河北209 第八套动作选择的是同样难度系数3.2 5253D 翻腾间转体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 躯体温成 哦 入水效果很好 小孩就这样一旦跳直了的话 就显得入水很脆 很好看 他的最后一跳得到了76.80分 那么这样李俊良在男子跳台决赛当中 最终得分是425.20分 完成了他八套动作的展示 好 这位小选手同样选择翻腾间转体 5253D 难度3.2 这个有点到肩 潘腾力显得有点大 5分 6分 5.5 5分 5分 5.5 6分 12分 51.20 五传节的最后总分是407.30分 其实我们说小江在当中 我们对他们真的是处于关怀 而且希望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除了有技巧的展示之外 相信比赛完之后 他们自己会有一种心理上的成长 对 没错的 因为他会给自己打分 对自己的这个比赛表现的有个评价 然后我在比赛中找到的问题 我在训练中怎么解决 这个入取效果不错 反身翻腾三周半暴息 难度3.4的动作 翻腾间转体的动作 5253B 5253 接下来要在五米台进行一个动作 因为青年组是允许在五米台跳的 这次我们也是说 全国优秀的我们这些大学生和中学生们 同台竞技对他们每根都有带动 五米跳台 305C 就显得高度低一点 5.5 5分 5.5 5.6分 5.5 5.5 7分 51.1 这名运连每次跳了起来都展露出笑容 还是很自信 其实对于选手来说 在这么漂亮的场地 高标准的场地 完成一次全国新的大赛 是一件值得铭记 开心的事情 四川年轻的选手 刘尚成 最后一条动作选择 好 5253B 入水的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他也完成了今天的比赛 7分6.5 7分6分 6.56分 12分62分40 可能看着好像成绩不是太好 但他已经是这么多名选手里面能进入决赛的选手已经很不容易了 本次比赛是吸引了236名运动员了 我们说20支队伍都是具实力的 相信年轻的运动员都会有收获 对没错 上台项目预赛64个人 只有前18名可以进入了决赛 好 转移 这个选手效果 同样以向后翻腾两周半 转体一周半 躯体完成了最后一轮展示 那么夜号的最后总分是428.95 完成他在男子跳台决赛的全部展示 来看看第八位出场 管经卫来自陕西号山 同样的动作 水上的控制还能再紧一些 6.56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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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10分57.60 第九位出场 年轻的选手来自湖北 同样是5253B 完成他的第八套动作展示 效果差一点点 起跳的力度还能够好 6.57分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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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年轻的选手在最后一跳的难度都不会选择特别高了 对 都会稳定自己的成绩 用一个自己比较拿手的动作 球稳 好 第十位出场的陈李明 来自湖南号沙 完成了他的八套动作的展示 最后总监是496.45 来看看咱们四川的选手 王冰汉 难度3.0 107B 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选择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动作 这是冲击奖牌的一跳了 有一点点松腰 其实我们说对选手来说 在靠前的选手在最后一跳的时候压力是最大的 跳下来都看着积分牌 希望能有自己有点好 反复都看着积分牌在调整最后一跳 其实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我一般都会要求自己的运动员不要去看积分牌 因为这个结果是客观摆在那里的 你做好自己的技术动作就可以了 最终率的访问看 演义5.3.7地形 是灌压军之针 5.3.7 难度很大 反身翻腾 一周半 转体三周半 这个动作不太容易看得到 啊 入水很好 在上一条的时候 崔昌玉也是良好的发挥 超越了自己的队友 舒子峰来到了第一 那么这一条也是非常出色 第八套动作 最终的金牌已经没有悬念了 非常出色地完成了 自己八套动作的全部展示 目前总分也是来到了 570.85 薛海洋山东5.253地形 入水质量很高 来自山东的薛凯阳 最后的分是505.85 完成了他整个八套动作的展示 我们来看一下山西爱卑鱼 曾凡毅最后一跳 最后一轮动作 大家都选择转体 动作比较稳定 来看看朱子峰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实力 从队友的手中拿到金牌 98分接近满分 难度系数选择的3.4533起底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这个动作 反身翻腾一周半 转体三周半 翻腾间转体的动作 难度系数3.4 最后一跳帮他得到了86.70 但是距离自己的队友还是有11分的差距 这一跳非常的出色 但是目前看来总分是559.50 比自己的队友 还是有11分的差距 他主要是109有失误 对 被反超了那一跳 这两位选手都非常的优秀 所以说一个动作都不能失误 突然就失去了这个金牌的争夺 也是一个出色的5253B 难度系数3.2 袁胜孙完成了自己的八套动作的展示 最后总分是467.05 来自江苏的袁胜孙完成了男子跳台决赛的全部展示 来看一下第17位出场 姚泽琳来自展西 难度系数3.6 还可以争夺一下同牌 看看完成了情况 难度系数非常高 这位选手在整套动作编排当中 难度系数是最高的 我们来看看 有质量 也不错 难度高 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同时转体两周半 第三名 不错 这一跳得到了77.40 多了一分 比四川的王明翰多了有一分 总分多了一分 凭借刚刚一跳来到了第三的位置 所以说比赛就是这么残酷 来自山东的鸾志超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跳 那么至此 2021年全国七年跳水锦标赛 继全运会跳水资格赛 全国大中学生跳水比赛 完成了男子跳台决赛的争夺 在这里我们要祝贺广东海印的崔张玉 以570.85分获得了金牌 同样是自己的队友来自广东海印 朱子峰获得了银牌 那么凭借最后一跳 同时也是难度系数3.6 超越了四川选手 来自陕西好杀的姚泽林 以508.60分获得了铜牌 我看了一下整个分数啊 比王明翰多了 我算一下0.5分 一分不到 所以说这位选手啊 在整个动作的编排当中非常的大胆 在整个难度系数上也是不断的加码 在最后第八套动作的时候 很多选手的难度就是在3.2 3.4 他选择的是 往往所有选手在整个比赛当中 最高的难度3.6 像这样的难度选择 他有三次 也祝贺他 当然我们说啊 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 我们的年轻选手 也是一次非常好的历练的机会 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 其实在整个的现场 我们说运动员们 您跟运动员们最直观的感受 焦虑也是最多了 因为这次您带队 在女子的双人三米板上 男子的三板单人 男子的三板单人 都是掌握了金牌 下来之后选手最多的感受表达是什么 就说首先呢 就是我们四川的选手 包括全国的选手 对于来到四川都非常期待 为什么因为很多年 我们已经没有举办过这种比赛了 为什么没有一个好的场馆 现在感谢这个 这个有这个机会 能取得这么好的场地 来展现自己 来向全国的跳水同行们 展现自己的技术水平 或者场馆的建设 整个管理的水平 都是很很很难得的机会 所以说这些运动员呢 相应来讲也很珍惜 因为我们相对其他的运动队 我们早来了三天 我们帮助这个场馆 做了一些测试工作 有什么问题啊 及时的发现 做出了反馈 整改的速度也非常的迅速 因为很多人在为了这个事情 付出自己的艰辛努力 所以说我们就觉得 这个真的是一种很感动的心情 来跳跳一个比赛 对 包括这次来自全国的 20支非常优秀的参赛队 相距于此 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 一次交流的机会 其实可以看 在比赛结束之后啊 我们这四天发现 只要有机会 咱们的选手都要上台 进行练习 其实我觉得除了练习之外 其实通过这么好的场地 他们也是在找一种 国际大赛的一种感受了 没错 因为这个场地的标准 已经毫无疑问 达到了这种标准 整个场馆的采用的 我们说跳台还是跳板 都是国际一流的标准 除了国际一流标准之外 还是最新的标准 对 稍后将进行的是 男子跳台决赛的颁奖仪式 稍后我们继续关注